大家好我是小豪哥哥 歡迎收看記者在路上單元 今天小豪哥哥要帶大家上路的 就是了解台灣雲端儲存科技大廠 銀邦企業他在Computex2023年展出的內容 由於這類的產品 大部分都是企業用戶在所使用 所以這一次小豪哥哥特地要帶大家了解 企業用戶用的雲端儲存設備 跟你家的有什麼差別 好就讓小豪哥哥帶大家上路囉 來到了銀邦當然要請到小豪哥哥的好朋友 Devitt來跟大家說明一下這一次 Computex2023年銀邦展出了什麼 很讓人驚訝的產品呢 好那非常歡迎小豪 那首先呢 我們銀邦今年在Computex展出一系列 AMD Genova的新產品 還有基於Intel的Subarabic的新 Gen5的一個產品 除了應用在Edge端以外 還有應用到AI 還有HPC 還有高速運算 等這些應用的產品上 我想一系列非常豐富的產品 在銀邦的攤位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好像這一次還有那個特別的 所謂的冷卻技術是不是 對的 在銀邦的右側 還可以看到銀邦針對Open Loop 還有Closed Loop 所展出來的所有的浸泡式的這些技術 我相信各位都可以看得到很多東西 那David啊 我們也知道現在AI非常的紅 也是需要Storage跟Server 那下半年你覺得這個趨勢是如何 針對AI這些所謂的資料收集 模擬分析 銀邦也推出很多系列的 所謂的針對AI應用的高端的伺服器 尤其在5U以上的大型伺服器 正是接下來的一個重點產品 我們就拭目期待 下半年推出這一系列的產品 好那這樣小豪哥哥帶大家看展覽囉 這次銀邦在Computex2023年 展出的新品不少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銀邦與AMD技術合作 所推出的最新的AI邊緣運算伺服器 EP202CP 這全新的系統採用了第四代AMD EPIC處理器 機構方面機箱深度為22英寸 有效提升空間利用 機箱前側則有可拆式托盤 還能根據客戶需求安裝 各種不同的熱插爬SSD 同時支援兩張雙層GPU卡 以及八個DDR5記憶體 提供高效能運算 並有效處理AI 以及邊緣運算運用中的大量資料 好我們現在看到呢 這是新品HP202KT儲存產品 另外它還有HK系列 看到這麼多的SSD 跟我們家用的NAS 有沒有發現差很多 全系列採用第四代Intel Xeon可擴充處理器 支援DDR5以及PCIe 5.0 這台採用超融合儲存 HCI架構 於2U機箱裡面 可以支援多大四個運算節點 適合用於軟體定義 以及儲存備源 有沒有看到這麼多硬碟啊 這就是 銀邦這次推出的JBOB儲存擴充櫃 每台JBOB最多可以容納78個熱插 3.5吋的硬碟 另外採用雙鋪24GSAS4邊緣擴充介面 可以增加傳輸頻寬 以降低延遲 提高速度 還有系統的效能 這全新的儲存方案 可以滿足媒體娛樂 影片監控等廣泛的冷熱數據需求 我們現在看到的 可以說是銀邦這一次 在2023年Computex 對於散熱技術的秘密武器 當然要請到散熱的專家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Andy 這次是什麼技術啊 OK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這次設計的是一個 Cross-Loop的設計 對那它的優勢在於 我們的Pump是設計在 我們的Codeplay裡面 所以說我們是很有彈性的 可以去做調整的設計 對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Pumpless 就是我們不需要有Pump的設計 那它的Performance 其實跟我們的Cross-Loop 一體的水冷其實是有 很相似的Performance的優勢 就看它的需求是什麼 那如果沒有風扇的話 就代表說 這是完全一個綠能的 伺服器跟儲存設備 所以又可以節能省電ESG 好我們來看完 銀邦全系列最新的儲存伺服器產品了 這類產品可以協助企業上餘 以及各種的AI運算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那就麻煩請關注我的粉專 以及我的頻道了 OK 拜拜